有个臭宝今天生日寄给我了一个接古墓 让我帮他救一下 然后呢刚才给他唱了个生日歌 公共得上山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ars的图友爱 祝你生日快乐 已经开开箱了 咱们直接看看里边是什么吧 然后很有心的送给我们两个 你这是要放了六个 放了六个 昨天不吃了 我以为我没吃 我以为是后宫内斗呢 真香 这个怎么看起来的描写有点很像茉莉呢 是不是他被蒙了呀 不是接古墓 好咱们看一看吧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花 先看看苗情如何 这花有很懂事 对我就喜欢这种花有 不要用这种这么结实的胶带 后期拆的时候也很最近 这个问题不大 就是姜苗了快被他养死了 然后这一波就看能不能活了 如果说这一波能活就能活 不能活就死的了 他用的这个土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毛病啊 他用的是炒炭他用的不是泥炭 又是那个几块钱一包的那种土一吻又能吻出来 那不是肥料 不是肥料在里面放的露藻土 挺浪费的露藻土放到这个里面就是浪费了 这个护心的土我就不再动了 因为已经都长根长得差不多了 现在只能做的是稍微松展松展 你看他原本的这个土就比他 就是后来用的土要强得多 看到没 看到没 稍微弹一弹 稍微弹松一下 好了用老花衣的 这种这种根系就可以揪掉的 然后呢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再重新给他入盆 我随便拿了一个花盆 用到的花盆呢一定要排水透气 不论种什么花都是这样 大概比量一下不要埋得太深 下面加入一些底土 再加一点 之所以这样塞一下是为了增长它的一个排水透气 把这种细的塞走留下那个粗的 因为它在底部的时候呢 这种粗的纤维和颗粒呢会更加的排水和透气 留下的都是这种透水性好的 细的我都给它塞走 这样的话到后期发育就会很完美 这个时候不要埋得太深 稍微往上提一提 让根系与土通分的接触一下 稍微顿时一下 别的没什么了 此时此刻任何肥料都不用 这个花友说呢有一些要害 我看了一下 确实有一点严重 这个估计是要咯屁的感觉 不过近人是挺天命的 先来一遍透水 此时此刻呢先用一杯水 然后呢加入一些生根叶 用到的是会玩的生根叶 养花用会玩省心又省钱 主要是激活一下它的一个活性 先让它长根 之后呢它说是要害了 要害的话能够解救的 就咱们可以用云台树内置 我用到的是HB101 这个可以稍微多来一点 这个不影响 好多的话问我 搞不好101和这个生根叶什么区别 我觉得小孩子才会去选 成年人是我都要 我全都要 你像这种情况都给它上就行了 没别的办法只能静待复苏了 只能近人是听天命 好了 接下来呢放到一个 这个也可以晒太阳 就是不要强光暴晒 就扔到这让它自己缓苗了 别的没啥了 希望这位花友的这个 接古墓呢 早日飞黄中达 早日康复也祝这位花友生日快乐 养花聚餐一 养花聚餐的臭宝 可以施行我们的后台 赶紧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我 slope 请不吝点赞